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10单,也许是日出100单,但无论多少,随着卖家再向上冲的过程中,最终会触及天花板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卖家店铺只有存在一定数量的产品,通过运营推动各个产品排名的逐步上升,才能带动销量的增长。 与此同时,在选品上,卖家要尽量向刚性需求的产品靠拢,什么是刚需产品呢? 简单来说,就是用户对产品功能的需求大于对产品颜色、外观、款式、尺码等外在因素的追求。 这样的产品,便于实现一款产品满足所有潜在消费者需求的目的,易于备货,易于推动产品销量的增长。 是选品中最重要的声量,如何快速提升亚马逊店铺销量,当店铺中有了一定数量的刚性需求的产品。 通过运营推动店铺销量增长,也就有了基础。 二、进行尽可能细致的listing产品页面优化。 对于一个店铺的运营来说,仅仅友好产品还不够,你还得以合适的方式将产品尽可能完美地展示出来。 看图购物是网上销售的典型特征。 对于卖家来说,选出了好的产品,要想要产品有销量,一定要在优化上下功夫。 无论是图片、标题、还是关键词、五行特性、产品描述等,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在呈现的形式上,都必须极其用心地呈现。 只有出色的listing详情页面,才可能吸引到消费者,进而转化为订单,推动店铺销量的增长。 三、做足竞品分析,找出差距,弥补不足,要让自己比竞品更好。 亚马逊的运营永远不会是静态的,永远是在一个动态中找平衡,在对比中去超越。 所以,对于卖家来说,要想让自己的销量稳步增长,一定要做足竞品分析。 熟悉你的竞争对手,比他自己还熟悉他。 竞争对手的listing详情、价格、促销、广告、review等等内容,都是我们要分析和学习的对象。 取其精华,弃其糟粕。 如果你能够做到,你就会明白竞争对手才是最好的老师的生意。 四、设置有竞争力的价格。 当前的亚马逊平台不再是钱多人傻的草莽时代。 卖家众多,竞争激烈。 消费者也越来越学会在众多选择中比价格。 在运营中,只有让自己的产品售价具有竞争力,才更易于在竞争中取胜,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。 而要想让产品价格具有竞争力,你必须具有成本意识。 选择合适的货源,合适的物流方式,合适的成本结构才能让你在竞争中不至于处处被动挨打。 在价格的设置上,卖家一定要能够横向对比,和竞争对手们比较,比竞争对手们更有优势。 5.投放站内CTC广告 6.鼓励和引导客户留评论 如果有可能,卖家还可以通过站外流量来推动销量的进一步提升。 站外流量的渠道包括Facebook,YouTube的粉丝流量,以及各种Deals网站的流量等等。 但我也必须强调的是,对于一个依托与亚马逊平台做销售的卖家来说,站内流量永远是主导,站外流量只是补充。 如果本末倒置,盲目地追求站外的流量,何可能是被公办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